有個阿叔蕭叔叔在Facebook教別人講英文的一位朋友 他早前下了一個訂單, 想看我做港式雞批 他已經等了一段時間, 但我上個星期才有時間開錄, 拍片 先做這個, 先慰藉蕭叔叔 首先我們要做皮, 它有點像英式的Sweet Crust 我們要120克的無鹽牛油, 切粒 接著我們要量一點, 這裡有60克的Icing Sugar 即是糖霜, 先倒進去 接著就是中筋麵粉 麵粉和牛油有個比例, 就是2對1 剛才是120克的牛油, 這裡有250克的麵粉 可以做到6個批 如果你想做多些批的話, 可能是200克牛油, 400克麵粉 加一點鹽, 大概1茶匙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手, 慢慢把牛油捏碎 其實目的就是把牛油融合在麵粉上 像這樣, 就差不多了 好, 到OK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多一點東西 分別有2隻蛋黃 混添奶油, 幾滴, 不用多 還有80毫升的水 之後就可以用叉拌均勻 把牛油融合在一起 到差不多了 蛋黃和蛋黃和蛋黃和蛋黃 融合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用手 去搓碎它 1、2分鐘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 抹茶刀, 開始成形了 我們就可以在桌面上 撒少許麵粉 再把抹茶刀, 放在麵粉上面 再把它撈幾滴, 讓它上一上粉 就可以了 上保鮮紙 然後把它放入冰箱裡 一個小時, 讓它休息一下 和變得更硬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要準備好餡料 這裡我們有五條的雞柳 先切粒 雞肉我們要加少許調味 分別有半茶匙的白胡椒粉 少量的麻油和生油 生粉一茶匙, 還有少許鹽 然後就可以拌勻 放在一邊, 讓它醃一陣 半個洋蔥, 切粒 五個蘑菇, 同樣地, 切粒 好了, 煮好了 中火燒熱鍋, 加20克的牛油 然後把蘑菇倒進去 炒三四分鐘, 讓它出水 想聽我說一些關於投資上的事 也有些故事 遲些我會在影片中 滲下滲下滲下說 今天就回答這條問題 有哪一遍投資 是令我最開心, 最精神的呢? 這個就要數回兩年前 我買入九龍山的單位 我媽媽之前在深圳那裡住過幾年 因為深圳的生活指數 物價指數比較低 那時候 但我一直都很想他回到香港住 因為他年紀大 經常出出入入過關很麻煩 而且有點病痛都開始來了 香港的醫療又好些 東西又同聲同氣 所以一直都在密識 香港有些什麼房子 是適合他住的 養老 那時候有個雙熟的經紀 打電話來 問我看不看九龍山這個單位 我就說看吧 那時候是完全沒有期望的 過多幾天 我就跟一個公司 兩枝公司上去看 那時候樓盤是貨尾 只剩一兩處買 看完之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間房子適合我媽媽住 即是屋苑的格局又寧靜 又在山上空氣又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樓價合理 一萬四元呎 因為那時候 山上還有幾個樓盤 建立後一定不止這個價 所以我那晚立即打電話給她 老母 明天你什麼都不要做 下來香港我帶你去看 第二天她下來 我帶她去看一次 看完之後她就跟我說 兒子 這裡好啊 那我就趕快寫資票 切了一間三房 之後就很快收樓 裝修 三房變兩房 就進去住了 就是這樣 這個可以說是我最開心 最滿足的一個投資 怎樣說呢 平時生意期止 賺到錢是開心的 開香檳慶祝 請吃飯 但是買磚頭 同一時間安頓到家人的滿足感 是實在很多 沒有的 現在每次產上去看見我媽媽 和阿姨 她倆的樣子幾乎他條 哈哈哈哈 好像長期欠了草 我阿姨也是 差不多時間了 在烏溪沙的新樓 買了一間一房給她住 這個阿姨 和我媽媽姐妹情深 由小到大都對我們很好 她自己又沒有結婚 沒有生子女 也要有人照顧 希望她們長命一點 住久一點 同一時間幫我家人保值 哈哈哈哈 我們先煮飯吃 蘑菇炒了三四分鐘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雞肉 雞肉我們先炒兩分鐘 到它差不多熟了 變白色 我們就可以加洋蔥 再炒兩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一百毫升的忌廉 煮它一分鐘 讓忌廉熱一點 我們就可以試味了 可以加多一點鹽 和黑胡椒粉 然後就可以加少許生粉水 半茶匙 打個芡 讓它稍微稍微 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邊 做雞批當然有些器皿要預備 我們要有這些小碗 還有一個圓圈帽 圓圓帽的尺寸一定要夠大 大過一個碗的要 同樣地 在桌面上灑點麵粉 然後就可以把餅拌勻 我們大概要5mm的厚度 然後就可以用帽子切開 我們做六個 底面一塊 所以要12塊 剩餘的批皮 我們可以再拌勻一次 然後再加多幾個 這樣就應該剛剛好 夠12塊 再加少許粉 現在每一塊皮就5mm 我們要把它拌勻 再拌勻一點 3mm 左右 這樣就最好 下一個步驟就是在小碗裡 塗蛋液 先把一塊皮放在底 然後就可以沿著邊 慢慢把皮革上去 慢慢把皮革上去 像這樣 也是 不用太大力 總之把它平平均均均 推到邊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一次 塗蛋液 然後把皮革放在底 然後把皮革上去 然後把皮革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六個小碗就完成了 這個步驟很重要 我們要用一隻叉 在小碗裡 切幾個洞 如果你不切它 它焗的時候 受熱膨脹 那些東西就會爆發 真是很糟糕 再把餡料放進去 鋪得漂亮 就行了 不用太滿 再來 把一塊皮革在上面 然後用兩隻手指 把皮革向外 壓出去 像這樣 壓好之後 有些皮革會突出 其實很簡單 用一隻手指革沿著邊 把它撕出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鋪上面 然後手指向外推 一靚仔之後 就沿著邊 撕了多餘的皮 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下一個步驟 然後當然是介紋 港式雞批的特徵 大家都知道 十字文 最後就是塗些蛋液 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裡 預熱到180度 攝氏 焗它2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25分鐘之後 雞批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小貼士 最後一個小貼士 就是在上面要塗一層蜜糖 它就會更加亮一點 和深色一點 一個港式雞批就是這樣 蕭叔叔 希望你喜歡 其實這四個 我是焗給我媽媽吃的 不過 馮小姐可以 撻一個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